有朋友认为人死如灯灭,不相信有来世,认不认为有善恶报应六度轮回的事情。 他这种人死断灭论,令我想起《长阿含经》卷七《辟宿经》里,加涉阿罗汉与辟宿长者辩论的一段文字,辟宿提出一连串难题,试图论证死后断灭论。 他问加涉罗汉说,圣者,如果人做了杀生、偷盗、邪淫的恶业,死后要堕入地狱,我难以相信此说,因为我从未见过有死去的人回来报信,说他堕落地狱受苦的,若实有地狱,他应该与他的亲朋戚友报信才对。 加涉就答了,有智慧的人应该从譬喻中获得领悟的,比如有盗贾,女犯王法,被国王拘捕,下令斩首,此贾哀求行刑者,暂且放他归家,等他辞别亲友,然后再回来受刑,那么,那个负责行刑的人会不会放他回家呢? 弊叔就答了,当然不会了。 加涉就说,同为人类,尚且不放,何况生死命中堕入地狱,那些无情的狱利鬼卒,怎会放他回来阳奸向你报信呢? 弊叔长者又提出另一个难题,他说,佛说凡人能够坚持,不杀生,不偷渡,不邪淫等十种善行,死后会生上天上,享受福乐。 为什么我从未见过死者来报信,他生了天界呢? 加涉罗汉就说了, 比如有人堕入茅廁中,全身始料,污臭不堪,被人救出,洗草干净,香汤沐浴,换上华贵衣色,享用百味珍修, 你说此人还会不会,再投回茅廁之中呢? 当然不会。 行善生天者,亦如此人, 人间污位不静,天人在离地面几百里处, 遥闻人间臭味,比茅廁更甚。 生天者享受五欲之乐, 还怎会再回人间报信呢? 而且单以都利天来说, 人间的一百年,只是都利天上,一日一夜, 初生都利天的人, 亦都会因为惊讶天乐, 担于享用两三天, 然后再回来报信, 当他要报信给你知道的时候, 已经是人间几百年了, 你已经去世, 还怎会见到这个天人报信给你知道呢? 所以, 单凭死后报信这一点, 是不可以肯定人死断灭论的。